本期话题 哪种女人容易子宫肌瘤 孙小光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子宫肌瘤呢 它通常发生在30到40岁之间的年龄 这个年龄段 它的发病率最高 我们在临床 我们看这个门诊啊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女性 都有子宫肌瘤 所以呢 它是一个常见病 那么子宫肌瘤 它是什么原因呢 尽管科学家或者是医生 做了很多年的探索啊 也没有明确子宫肌瘤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只知道呢 就是在30-40岁左右的女性呢 它是容易发生 而且呢 它跟刺激素的这个是有关系的 就是有点激素依赖性 我们下期见